如果要蟑螂誹謗我就告他 十三英中國人口會支持我 我覺得網友這句話 我一定告 我一定告 這個是 新北市永和區秀郎派出所 我今天 就要對蟑螂提出 加重誹謗的 請者提告 蟑螂嗆說到S前舉居熱 葛思琦正式開集 給他看孫子的機會 怎麼給那個台灣的小伯 怎麼給他地材料 怎麼給他錢 怎麼買這本 你好好搜索 你拿出一點證據 我覺得只要一點點就夠了 大S因為生活費 隔空招呼王小菲 王小菲他媽張蘭 每天開始十小時直播加入戰局 流彈呢也打到狗仔葛思琦 等一句道歉等到牢 小葛終於不忍了 23號凌晨2點多 他指導警察局正式開集張蘭 我今天要對張蘭提告 提出加重誹謗的行政 因為他說我收了大錢 來爆料 來放料 來捏造 來編故事 來爆料王小菲 我現在要準備步行到派出所去 其實這段時間我已經忍了很久了 再等待一個道歉 也沒有 今天和網友連邁的時候 網友也說了 如果要張蘭誹謗我就告他 13億中國人口會支持我的 我修網友這句話 我一定告 我一定告 你不告你都不性格 對啊 我肯定記得我性格 我肯定告 提告完 我會給大家秀一下 提告的三連單 我絕對不作假 我絕對堅持自己的清白 我一定會告到你 這個是新北市永和區秀朗派出所 我剛剛已經跟派出所的互助長 講說我要對張蘭誹謗提告 剛剛他也派出原則 準備要對我做筆錄了 我不會像張蘭一樣 只有用嘴巴告 我一定拿紙張給大家看 格思琦發文表示 已經給足張蘭女士時間了 歡迎曝光拿出證據指控 只要屬實我永遠退出媒體 並關掉所有平台帳號 勾仔告名人第一次 我就先給你張蘭阿姨了 阿不是很久沒有看孫子了嗎 是給他一個看孫子的機會 我是一名記者 我要的就是公信力 就這麼簡單 我報告的東西全部都盡得去考驗 如果你對我上報道當面 有任何的批評跟指教的話 我也歡迎你 就是跟我討論 或是說私訊給我 而不是用這種就是 造謠 或是捏到事實的方式 做這個不實實控 這樣對我人生上面 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我希望你能改變 我的改變 你看得見 對了 我絕對沒有收任何人的一領口錢 那在這段時間 我也請他提出任何證據 他也都完全置之不理 那也沒有露出任何道歉的一些回憶 從11月你在直播上面 輸了這樣的指控之後 我到現在都沒有去做直播的發聲 那我也再給您機會 我也曾經私訊了汪曉飛告他這樣的事情 說你媽媽指控我去收錢 那汪曉飛當時也沒有任何的一個 道歉的表示 那更別說張蘭了 那張蘭最近帶過 主持人的主持人 為了讓自己的商業利益 活潑的發展 來用這樣的造謠的方式去傷害別人 我覺得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我覺得他必須受到法律上的制裁 到時候也請張蘭收到傳票的話 請順時開庭 怎麼會有這種事嗎 鳥 好多愛你的感覺啊 讀得有可能會掉淚 讀得有可能會掉淚 讀得有可能會掉淚